布菲,马上就要吃饭了 不行,马上要吃饭了 有点满足的炒饭 炒饭也会变得很好吃哦 哪位 两个孩子,一个大的12岁,小的4岁 因为我之前是做设计师的 我平时比较喜欢把他们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琐事 把它记下来 然后就把它们作为一个灵感或者是题材 用手工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再要拍一个或是开门的小火 这是一块蛋板 这样子它就会有一条关系 开门的一个关系 开门,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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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 今天要拍一个做包子的场地 面粉是用这个废纸粉做的 放在这上面 这样子就有一点点那种面粉的感觉了 观作场景就做了小半年吧 拍摄的话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有那么多可以纪念的 然后有意义的东西可以拍 就会觉得时间好像永远都不够用 好像一辈子都拍不完的样子 因为像做手工这个东西 它本来也是比较小众的吧 虽然说人少 但是热爱的真的就是很热爱的 通过这个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参与进去 然后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能够顺便就是赚到钱 然后养活自己 我觉得这就是我比较理想的一个工作吧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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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